当初我知道另一样的演华千古 第一时间我就觉得它是我心目中的华千古的形象 那么到我们正式在广西拍的第一场戏的时候 我觉得就更确定这种书中的形象跟演员的气质是完全符合的 相信不少小伙伴都有看过霍建华赵令主演的《华千古》这部电视剧 在这部电视剧当中 我们可以看到霍建华和赵令两个人演技都相当不错 而且两人的颜值都很高 帅哥配美女也是经典的搭配 自然也获得了很多关注的点赞 在这影视作品当中 我们可以看到赵令终于迎来了她的高光时刻 通过在剧中出演女主花千古这一人物角色而人气暴涨 事业也有了突飞猛进的进步 从此之后呢 她在圈内的资源更加丰富 后来还出演了《楚桥传》等一些影视作品 仅深进入了一些女性的行列 而霍建华因为这一影视作品也获得了很高的人气 不少人都为她出演的白字画而着迷 也被霍建华的帅气颜值给圈粉了 《花千古》这部剧演绎得动紧动色 播出以后 网络播放量单日点击突破4亿 刷新单日播放量记录 最后播放总量突破200亿 成为首部网络播放破200亿的电视剧 人气高讨论多 播出期间除了收视率 网络点击 还有发行收入 同名手游收入等等 都位列同时段第一 许多剧情桥段也引发了网友的模仿 热做到了全面覆盖 成为现象剧电视剧 赵丽颖熟读原著 甚至还参与了改剧本 她演出了《花千古》的那种灵气 把角色性格 形象 演绎得淋漓尽致深入人心 赵丽颖凭借此剧 被评为第28届精英奖 观众最喜爱的女演员奖 而霍靖黄呢 也确实不负重托 完美的诠释了角色 加上她自身的超高人气 多年积累的口碑 为花千古带来了更多的关注 不仅如此 其他角色在剧中也都可圈可点 获赞无数 该剧呢 荣获2015年 国剧盛典年度 十大影响力电视剧 在颁奖典礼上 小谷和师尊一起演唱剧中的主题曲 不可说 大屏幕上播放着剧中的片段 其中有一幕 就是师尊白字画 一把搂住图二花千古的镜头 有趣的是 这一幕正好被台下林心如看到了 谁注意到台下林心如的反应呢 简直太真实了 林心如时不时的嘟嘴 仿佛恋爱中吃醋的小女孩 网友说还不快放开银宝 想回家归键盘吗 霍静华照了影音 花千古而被网友告呼在一起 张丽颖在剧中与霍静华虐恋 也让很多观众感动 导致这部剧播完以后啊 还是很多人觉得两个人很般配 因此呢还传出霍静华喜欢赵丽颖的绯闻 也怪不得林心如要吃醋了 其实霍静华和赵丽颖之间的关系 并不是网上传的那样 两个人合作这部剧 也是变成很好的朋友而已 并没有什么暧昧的关系 更不用说什么霍静华喜欢赵丽颖了 不过小编觉得赵丽颖仿佛没演一部剧 似乎就会跟合作的搭档传出绯闻 不过这也可以理解啦 毕竟赵丽颖长相甜美 感觉跟谁都很相配呀 不过两人都已经成家了 虽然赵丽颖已经和冯绍峰离婚 但是还是希望两个人能够保持友谊 能够有更好的作品吧